作词 李宗盛丘 引像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李宗盛 可是呢 玄奘西行 但是 其实当时在 天主 也有天主的 佛法上面的 这些的问题 那当时天主佛法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时候佛法到了 相法的中期 对于大圣非我说是慢慢的更加的抬头 这个对于玄奘来说 它是几乎是没办法忍受的 不过这当然是另外一段话 那主要是说那边对于空与有 把它做一个分钟 就是说讲波勒第二转法轮 那因为有龙树菩萨来讲宗论 然后还有后来的百论等等 这些话就认为空是一个宗派 那实际上佛法不太是这样 那但是在对于那边的已经有形成 形成一个这样的认识 然后还有包括说呢 为师在谈的时候 他认为这就是谈一切有 那变成有中 所以就是空有 那对于呢 不理解真正的空 不理解真正有 他们就产生一些争论 这争论是存在的 所以呢 有了对于佛法的不信任 以及呢 对佛法意理上的割裂 这种呢 也不一定说是割裂 就对佛法大声意义不理解 这从布派佛教就已经一直传来 因为布派佛教的话 他们这属于声闻 他们的解脱道的意理是同样的 在经典里面有说到 就是说呢 有十八个人抢一张白蝶 可是这个白蝶怎么 这十八人怎么抢都不会破 就是说解脱法 恶圣解脱法没有问题 他们不管怎么抢 都不会去干扰破坏 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争论 因为他们就是去谈论呢 超过他们正量 然后想要解释佛啊 想要解释大声法 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奇异 所以呢 这个就是属于后来这种的 玄奘大师有翻译 叫《义部中文论》 在之前也有 有个另外一个译本 那这个就是整个 整个这个走势是这样 而且不只是这样 那时候民间 他慢慢出现了 这个属于弹炊 大概有点像 就是今天所说的 一个男女双修等等 那这些是在酝酿 但那时候还没有真正进入到 佛教来 所以他有他的困局 那这些资料呢 其实慈恩传里面也都有 比如说这个玄奘 为了这个 波罗局多啊 因为他做了 破大圣论 所以玄奘就做了 治二建论 那破大圣论呢 就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主张大圣非佛说 那么其实在这个之前 在玄奘遇到这个 慈善局多的时候呢 慈善局多他的态度 他也是否定大圣 否定渔学师地论 那就是这些都表现说 其实在当时在天主呢 佛法是已经有问题 已经有这些问题 乃至于包括说在 纳兰陀寺里面 都有像这个 狮子光啊 有像慧天啊 其实他们在 都有跟玄奘大师呢 在佛法上面 其实都曾经有过一些争论 当然最后都是被大师 给这个纠正 然后说服了这样 所以其实当时在 那这些东西 当时为什么 没有人能够出面 来把这些问题厘清 因为就是真正的善知识呢 在天主其实是 已经是凋零了 戒贤当时已经一百多岁了 那么他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 是因为年纪大了 体力不行 还是能力上面的问题 这个我们不得要知 但是至少是可以看得见 就是说当时是在天主 就已经没有人能够去 去处理这些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讨论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些问题啊 包括说在纳兰陀寺里面 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 像对峙这个波罗局多等等的 这些都是玄奘大师呢 当时在天主 他在天主的作为 所以很显然就是 大师当时是 是在佛法上是有轻症的 但是这个轻症 它有传承吗 或者是 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轻症呢 刚刚郭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说 以大圣法来讲 那经典里面就是明确的讲 就是三大阿圣奇节 那以小圣法来讲 经典里面也明讲了 你如果证出果的话 那就是七次人天往返 乃至于说 二果是 这个一往来 三果是 不来 不还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七次人天往返 就表示你一生不可能做到嘛 我说指的是这样一个人 那他就得要再历练七次 所以就是佛法的修正上面 显然是 要有那个时间 有那个过程 那另外就是说 从玄奘当时 他所经历的这些的 跟他 他所谓去学 或者跟他对谈的这些人来看 他们都没有玄奘的这些的 就是正量 跟这些的修为 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 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 我觉得玄奘的这些的当时 他的亲政 其实不是传承 反而应该说 是回复 就像刚刚讲的说 你要三大阿僧其解 但是你已经 你过去已经到某个阶段 或者说 你要七次人天往返 那你过去已经七次人天往返了 所以你现在 你这一生就是最后 最后一次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晓得 现在补充一下 就是说 天主呢 因为教外别传 已经传到中国了 这已经 他已经难以为继了 所以呢 最后 副法 副法大师 那还有 这个戒险 算是 他们虽然跟 这个产中的法脉 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在法医上的 他们是 是相当卓越的 可接下来就真的是 后继无论 在大方 大方等大吉经里面 有提到 就说 世尊有特别祖父 就是佛陀特别祖父 祖父呢 要付持 请父啊 隆天要去付持 哪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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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提到了 最后提到了 正代 正代就是 说我们称为 中国 那为什么要 特别提 因为如来说了 我的法眼 是在这里的 你们要想办法 扫 三宝种 就扫龙三宝的法种 不可以让它断灭 那教外的别传 已经传过来了 因为呢 普利达某觉得 这地方有大盛气象 所以他说 他是为了法 在找人 其中 也就是求人 就是 但是这个法 太难得了 不能在手上断掉 可是他觉得 意思是说 他觉得印度 不适合 他必须要到中国来 因为中国有大神气象 气象 所以 这个法脉将来就是留在中国 那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天主后来的 就是随着 我们知道的时候 随着大使离开以后 开始 这个 有一些法 就渗入佛门 最后在八世纪 使学家认为 那时候真正的佛教 已经不见了 作为补充 那关于刚才 陈老师说的很好 实际上传承呢 实际上呢 不太能够是这样 因为一辈子 正量真的没有办法爬这么高 太难了 想要从 就算是以前明星过 那一辈子就要上去 这个是 几乎是 不太可能 对 所以 应该是过去生 就已经正德 然后这一世 还有胎妹 或是四线胎妹 的情况下 慢慢恢复 当然有戒弦论师 是有好处 因为他毕竟 他听的是从 父法大师 在金融上写 或在传记上写 是父法 菩萨 他是显结未来佛 显结千佛之一 所以他的法 这样提息 所以很快 然后呢 经过戒弦论师 可以忠实地传达 现在戒弦论师 最重要目的 就是要传达 这是我所理解的 因为他到了116岁 本来他想要离开 这对于这个 生命教育是不好的 因为他想要自己走 后来就晚上做梦 梦见大菩萨 来喝着他 这样 然后呢 他就乖乖要等 支那国的高声到来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刚好跟出发的时间差不多 那天呢 他受到启示 所以呢 就等到了玄奘大师 所以他就尽情地教 然后还有包括呢 实际上 父法 菩萨或父法大师 实际上他还留下一个很珍贵的 因为以前在呢 唯示的时候呢 世青菩萨 虽然我们这个是生命教育 不过 经许我们都这么说 我们就直接称菩萨 大家不用太介意 那世青菩萨他写的唯示三颂 但是他没有特别解释 但我们相信说呢 他凶掌无作菩萨应该有对这个有帮很大的忙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解释的话呢 在呢 印度 西天那边呢 就开始注解 这个唯示三颂 这虽然只有短短三颂 但是很惊讶 那内容呢 你可以一直解释 一直解释到佛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会写一个叫唯示论 后来到中国 大家就知道 就是玄奘大师 他实际上造一个唯示论 所以他叫成唯示论 也就是说他一个是 也可以说总大臣 也可以说是把这个整个呢 的意义都包含 这个为什么是他的造论 我们可以到处说明 但重要的是呢 大师那时候到他普利加亚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呢 他听说富法大师的造论呢 目前留在一个叫玄奸 居士的人的手上 当这个年纪也已经很多岁了 大概应该有超过一百吧 这样 应该啦 这样 就是说 就是两位呢 那个东亚他的寿命很长 下面那个原因 route 之手那一百四十六 另外有一个专纪 写到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可能是不太准确 然后这位悬念提示 看到芝蜀 就中国高深到来的 他很高興,裡面雖然沒有人,但他一定是很高興 因為他就把珍貴的手本經過幾十年一直保存的 就送給了大師 沒有給任何一個印度的人 而是給這位中國高神 因為他認為他看得起富華大士當年的祖父 所以他覺得一定要傳給他 拿到這本子的話,虧姬那時候就是 玄像大師的這個弟子 虧姬大師有去描述這段故事 就是說,就是玄像大師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這可以讓玄像大師可以很快的又回復以前的政量 因為平常說,有的只有大師才能看得懂 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來說 這些事要從解到正是很困難的 第一個從解,讀文字就可以解,是很困難的 因為佛法就說很清楚 就是說呢,你要依文解義的話,就三四佛願 所以呢,要依義不依文 可是可以依義的話,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你至少是通達 就是你一定要是聖位 所以很快就回復聖位 這也是理由在此 所以沒有辦法說它是傳承 這樣 郭老師準備的東西非常的豐富 那其實我們這個第一個階段的這些問題 本來是後面是還有幾個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的問題 但是為了不耽誤後面第二個階段的我們論壇的進行 我們第一階段就先到這邊 那最後就是說 其實前面講的還有我們還沒有講的 其實只有一個用意 就是告訴大家說 您應該去看這七集的影集 因為我們這些問題 其實就是從七集影集裡面去提出來的問題 那包括後面的問題 那就讓大家去看看 您會不會也找到其他一些問題 然後試著去找出您的解答 這個不能夠說賣瓜的說瓜田 但是呢 以我對這個七集內容 仔細這樣去看了幾遍 跟思索呢 我覺得它很值得看 郭老師有沒有最後跟 我們 有一個問題是 是懸上大師 他留下來對於今日的一個啟發 主要是說 他對於大聲廢火說呢 他大師有一些堅持 還有一些態度與看法 人家可能在這問題中 來這樣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們可能可以利用下面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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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